主料,苹果两个,黄瓜三根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把苹果和黄瓜洗干净待用,把黄瓜切成片,把苹果也切成小块状,把黄瓜片倒入豆浆机中,然后把苹果片也放入豆浆机,倒入凉开水或温开水即可,按下锅支键就开始工作了, 大约六分钟左右一杯绿油油的黄瓜苹果汁就做成了,倒入碗中,加入一些桃花蜂蜜,以后我会经常喝得自己调制的夏日一品好看,还好喝味道真是美,烹饪技巧,产品疗效对高血压,肾脏病有一定疗效,并具有滑肠,利尿的作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